年续几天我们看到了美国的高级将领 国防部的官员和有关中国问题的专家 不断地在采明一个观点 针对中国 美国已经不再拥有压倒性的这种优势地位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论调呢 是因为西方阅兵 阅兵的过程中展示了一些新式武器 其实他本来是想吓唬一下本国人民 至多吓唬一下台湾民众 因为我们看到主要展示的都是 中层导弹 东风时期 利剑100 东风时期被誉为是 可以突破美日导弹防御系统 那么利剑100和东风21D一样 应该来说都是属于那种很罕见的 全球唯一一种专门针对航母战斗群的这种武器 那么当然还有一个长城的是吧 东风41 东风41前两年被加拿大 英国美国 非常密切地关注它 甚至把东风5C的事业 也误认为是东风41的试色 现在总算搞清楚了 这个东西它已经服役了 而且它还有机动发射的这个版本 有公路板和铁路板两种 那么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差不多最近十几年 一直在搞铁路和公路的建设 尤其是弯道三区 把它拉直这么一个工作 我们看到原先一直弯弯绕 或者说弯度比较大的一些隧道 被改直了 然后在公路呢 我们出现了一些 原先的盘山公路被废弃 那么铺路打桥的 尽可能把线路拉直 从军事 实用军事的角度上来说 这其实为 可以远程投放的这些长程导弹 提供了机动的必要因素 因为我们知道 这些导弹 如果说它通过公路机动的话 它需要更直的线路 因为过多的弯道容易让它 不太容易选择道路 那么铁路机动呢 相对还好一点 公路机动这一块 它不仅仅是为了导弹这个目的 不是这个单一目的 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国防公路 它中间都是不设固定隔离带的 往往中间是这种可移动式的隔离带 其实在大陆和台湾都出现了类似的公路 暂时连战斗机都可以起降 那么东风41呢 据说跟东风5C一样 都是可以多弹头的 可以10个弹头 携带10个弹头 那么相对威胁比较大一点 但这种威胁从主要的核国家 拥有核武器开始到目前为止 都是一个威慑力量 从来没有进入过实战状态 这个仅仅是一个威慑 倒不是很大一个事 但是像东风17这样的东西 其实体现了中共建国初期的一代领导人 他们提出来的口号 毛泽东当年就提出过 把侵略者消灭在他的出发地 你从东风17跟这个东风21地 长剑100 从他们的射程上来看 他们最远差不多也就只能到关岛 那么主下美军有可能介入台海 战争的这种可能 其实还是一个反介入的问题 中国一直试图在两个方向上 避免重蹈覆辙 一个是拉瓷德国 一个是前苏联 前苏联反英国来要成立一个红海军 一个强大的红海军 大力发展载机巡洋舰 就是航空母舰的时候 其实已经很晚了 那么德军也主要是因为海军这个短板 导致在中东沙漠之湖的失败 所以中国一直有这么一个想法 在商用轮船的制造基础上 加大对远洋海军 就是南水海军的投入 那么前几年一直有这么一个举动 被称为像下脚的一样的造军舰 当然它其实没有做到这种速度 因为模块化的生产在中国虽然可以做到 但是关键的技术并没有突破 人们总是误认为中国的海军 在短期内得到了加强 但是从来没有像西方国家所宣传的那样 强大的那么一步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航母 还是滑耀式的起飞 滑耀式的起飞 是一种非常容易减少舰载机 载弹量甚至载油的方式 因为你即便同款的战斗机 飞上去的时候 你必须要减重 因为滑耀式它能给你提供的起飞跑道 因为角度的问题可能会短一些 但是它也要求你起飞的时候 你自身的重量也要减轻 你不可能像正常的蒸汽弹射 或者传说中的电磁弹射那么保险 不可能完全战斗复合 那么有人说了中国的下一艘航母 未来的航母可能是电磁弹射 电磁弹射不要忘了 它首先用的是电 那么在战时呢 蒸汽弹射这个东西 应该来说它还是比较靠谱的 因为即便航母重弹 对它的影响不一定是毁灭性的 而电磁弹射就不一定了 即便你战术上可以满足 但是在实战中 如果航母受到损毁 那么对于电力的供应往往是致命的 电磁弹射一旦在电力系统受损的情况下 是不是还能有备用的方式 这就很难说了 所以我们看到未来的航母 如果是西方的主要国家的航母 极有可能采取蒸汽弹射和电磁弹射双模式 而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掌握蒸汽弹射 所以未来的航母 能不能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先进 直接上电磁弹射 不再使用滑钥匙的这种甲板了 这都是一种猜测 目前还得不到验证 但是无论是美军的现役将领 还是国防部的官员 甚至中国问题专家 他们提出来的中国对国际社会 产生的现实威胁多么多么巨大 那么美军一定要做好 提前做好准备 不要幻想美军在任何时候 都能马上拎出来 反击所有的威胁 其实你听到这些说法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一点 需要更多的投入 需要更多的政策 那么其实在美军号称要重返亚洲以后 那么南海自由行动 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了 北军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 已经相当的真切了 西方这次月兵搞出来的这些东西 只是为了装装样的 威慑一下本国民众 没有想到在国际上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而且从这两天越来越多的军事专家 开始谈论这个问题 让人感觉到哭笑不得 我相信即便是中共的军事领导层都会感觉到震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看到这种新闻 我觉得笑一笑就算了 没有必要特别拿它当真 因为这是一个装逼引出来的灾祸 根本就不是中共实际军事能力能够达到的这么一个模板 中国即便有了一些相对比较先进的武器 那么它能不能在实战中体现出 他们预想的这种设计能力 更多的可能还是要看 中共目前的领导层有没有胆子 敢真正发起一场热战 哪怕仅仅是对台海方上的 因为按它目前展示出来的这种姿态 无论是美军还是日军 只要一参战它可以封锁住台海的两侧 那么它现在拥有的这些中程导弹 可以组下任何进入它战区的这些军事存在 关键还是要看西方有没有这个胆子 那从目前的情况上来看 它即便是有幻觉 但是它没有这种魄力来做这种事情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所有专家针对这个问题出现的预测 或者说对中国军力的这种评判 应该来说我们主要可以把它理解为更多的 还是在向本国政府呼吁更多的政策 更多的拨款 对实际中共目前军力以及领导人的决心 不要报更多的猜测 因为他们目前没有这种可能把威胁变成现实 好了谢谢大家 再见